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 2006年的花语乐坛 同样是百花争艳 好歌不断 今天带大家一起感受 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电影教主张绍涵 在这一年推出了 民谣风歌曲《隐形的翅膀》 歌曲名字后来呢 还成为了北京市的高考题目 这一年林俊杰首次尝试摇滚风 一首曹操 打破了他R&B小王子的形象 歌神陈奕迅在这一年 推出了粤语金曲《富士山下》 占据各大电台榜 飞伦海携手SHE天团的田富珍 推出了轻快而甜美的 《只对你有感觉》 R&B教父陶哲写手天后 蔡依林推出了温馨轻快曲风的 《今天你要嫁给我》 除此之外 陶哲还推出了嘻哈风味 节奏性强的快歌《反转地球》 蔡依林凭借一首舞娘 成就了他亚洲舞娘的美称 这一年吴克群写出了《将军令》 用歌词狠狠回击了王力宏重阳媚外的行为 上大三的吴清风写出了小情歌 本来是写给别人的歌 绝惨遭退回 结果红了吴清风自己 情歌天后梁静如推出了甜蜜曲风的《暖暖》 可爱教主杨晨琳演唱了大伙儿的电视剧 《奋斗中的插曲》 左边 Tank演唱了摇滚和东方京剧 《唱腔结合》的三国恋 让听歌的人为之震撼 甜心教主王心灵演唱了 《微笑PASTA》里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 Sweetie女子组合推出了少女心满满的抒情慢歌《樱花草》 王冰洋一首节奏大气的飞舞 让她一战成名 人文名谣组合水木年华推出了热情高昂的完美世界 摇滚诗人许葳推出了《像风一样自由》 表达了她对浪子生活的向往 情歌诗人游鸿鸣演唱了《白色恋人》 诉说了一段凄美的早恋悲剧 还没有那么调皮的薛之谦 演唱了独自完成的伤感歌曲《认真的雪》 王冰根据对生活感悟创作了《我们都是好孩子》 表达对年少生活的怀念 西语歌王刀狼演唱了《披着羊皮的狼》 并把这首歌免费送给了谭校长 汤潮演唱了另类情歌《狼爱上羊》 表达了至死不渝的爱情 王强演唱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 改编创作的网络歌曲《秋天不回来》 这一年胡杨凛演唱了《香水有毒》 让诸多网友留下感同身受的泪水 新加坡女歌手郭美美演唱了励志歌曲《不怕不怕》 表达小女生面对困难时勇敢自信的态度 试演演唱的网络歌曲《求佛》 激情了当时的大街小巷 要说这一年最王诈的歌曲 那一定是周董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希》 其中专辑中 《护原甲听妈妈的话》 《菊花台》 《千里之外》 至今广为流传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